她的朋友跟她講 我們這輩子怎麼 妳老公圈粉 我老公居然回答就好 妳不覺得她都沒做事嗎 店長陀宗康 北葵沒事做 不忍了 破煙雅倫霸凌顏又婷背後真相 哥哥都到現在會不會覺得很後悔 那時候決定是開餐的 其實不會 不會 要搬家公司我才死 店長陀宗康的餐酒館 不是想吃就吃得到 共同參與實境節目拍攝的顏又婷 因為表現不如預期 決定請假一個月在外禁修 卻有粉絲質疑她是被顏雅倫直闖霸凌 我們有氣泡水和 雪碧可樂 奶昔不能有 奶昔不要介紹了 沒有牛奶 還有奶昔 最讓你震驚錯愕的 是哪一集 就他們吵架那一集 其實我要幫顏雅倫講話的原因是 顏雅倫真的是滿苦口婆心的 一直不斷地陪伴在優婷身邊 我今天心頭的那個石頭都會跑起來 我昨天真的很怕 又 但是沒有我要高興 那天我為什麼會感動到六人的 就是說不曉得是他從第一天來著 他就很站在一起 他完全不管說我現在是不是在錄影 他就一直摸著頭一直做一直做 我只要那個垃圾髒了 他自己伸手去抓什麼的 就是一個很努力的一個小孩 我為什麼一直在節目上講說 其實我也有 因為我忽略了他的社會經驗的缺乏 他的起步比較慢 他沒有起步 我們就沒有意識到就是 他的經驗值是0 所以一旦他一緊張的時候 他就只會把他背起來都會講出來 這樣子 接受不了外面新的訊息 我想詢問店長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請一個月的假 那我會去找一間餐廳 然後每天很認真的去見習工作 我為什麼後來會答應他離開 我覺得我很怕他的信心在這裡面激 那他也有一種開眼界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哥你對於 尼亞倫背影又挺的粉絲說 他在節目中都霸凌他 這一點是 不是完全反對嗎 這顏又挺會華麗回歸吧 我也不知道 這不是我看的決定 那大嫂有看這節目嗎 他有啊 他的朋友會跟他講 他我們都對什麼 對 你老公圈粉啊 然後我居然回答就好 對 就是我有這樣講康哥 你剪接一定是剪事件 不會剪 過程 日常生活 所以你再忙 如果沒有事件 對 就不會有鏡頭 日後不在現場 你怎麼知道我們真實 所以大嫂有朋友 有要來餐廳吃飯嗎 他們有問 我是提醒他們 就我 我沒有開店 不是在錄影好不好 很多人都 打來說 欸那 康哥那我們定位 我說定位 那你不是開一家餐油館 我說 哈囉 因為他電視上在播嘛 你們是瘋 好多人到我那邊留言 辣陰陣 人家都是真正的廚師 店長 外廠 是 bartender 都是那種很有經驗的 都說 看過我們講 跟著你什麼 我說 我說他怎麼講 現在如果生活中 要再開餐廳 應該不會吧 如果開餐廳 我還有可能 我會開比較像老屋 就覺得 你真的會想要把它 現實化這樣嗎 如果有機會 我會比較想 就是大家來很自然 聊天 就是聽音樂 吃東西 喝酒 就是很舒服的地方 理想這種 中午以後就開始做 而且交通要方便 因為 你如果要賣酒 你是一個 深山裡面 你怎麼來